左眼未来掌握新机会 大家好我是婉轮 欢迎收看客新闻 每日一刻来帮头脑进步 溜探机报 时序迈入第四季集团作战题材 蓄势待发 国具友达台具常伦集团等作战常胜军 都有涨势引领多投资金攻坚 相关个股是带着第三季财报 第四季以及明年营运展望题材等等优势 法人建议投资人可以采取周长线的投资策略 预同拉回就可以布局 而可以留意的是 全球第一大货柜航运集团马士基股价创新高 马士基认为因为港口的劳动力不足 栽港将延续到2022年 也因此货柜三雄长龙杨林万海人气回龙 三号的成交值合计将近700亿元 另外要特别留意的是 天后一场产棉国发生虫害 造成国际棉花价格飙涨 本售已经攀上十多年来的新高了 国内棉房厂南坊是直接受贿 而棉花价格上涨造成的供给不足 导致人造的锯纸 尼龙等化线具有替代效果的 原物料间接受贿 像是莉莉 棉发坊 集社 力棚 业绩都沾光 这次棉花价格飙涨造成供不应求 是不是会向上一次的新疆棉事件 再度刺激相关产品需求再度攀升呢 进行锁定财经及时通 我是婉轮 特新闻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